灭死巴金 甚至白护灾老婆嘛 最强科学团队MADS 成为改变世界关键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纵观海贼王最新1072话 其中最关键两个线索 莫过英雄通过复制记忆留下能量体 以及斯图西克隆的身份 而要弄清凉的过去 我们便又要从与他们牵扯获胜的MADS说起 虽然这是一个民间科学团队 和几位成员全部使用的灯 他们后来散落在大海各处 皆对一方海域产生极其深渊的影响 另外 不管那位神秘女成员 是斯图西还是梅斯巴金 她的存在 又将这团队和洛克斯那伙人牵扯在一起 而以上说的 还只是据演中极小一部分信息 本化从匪业开始 堪称全程高能 那么下面 就让我们来谈谈本化的相关细节 以及一些剧情的猜想吧 相比于1070话匪业 1072话匪业中 奎英的体型变装了不少 显示出时光的流逝 作为一个科研团队 几位科学家专注的领域有所不同 分别是恶魔果实 毒气和机械 有趣的是 后来三人 皆在其他领域下了很多功夫 并且取得不俗的成果 其中原本研究恶魔果实的凯撒 以毒气专家身份臭名昭著 原本玩化学的奎英 算掌握病毒武器 以此成名 但对自身进行大量机械的改造 甚至复刻加持 应用在战斗服上的技术 而加持的解码66 之所以能成为让世人文分丧的 杀手集团 其实机械化并不是最重要的 说到底 文斯莫克最核心研技术 却是克隆人制造 这技术算是血统因子领域的一条分支 另外 它对儿女改造 似乎还和恶魔果实的本质 也有一点关系 粉刺的是 从本化开头 旁败中 贝加庞克在日志上的记录可知 至少贝也这位所长 一直把MEDS和平研究所的一切 当作是为了让世界 走向和平的伟大事业 而高利代王 作为地下王者之一 赞助他们当然不可能是为了做慈善 团队内部 凯撒 奎英 加持三人的想法 也和贝亚庞克完全不同 他们知道自己在制造杀戮兵器 并且信奉奉地不断改良技术 三人与贝也的理念分歧 从一开始有埋下了伏笔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后几话斐叶 应该会交代凯撒党人 逐步走向不同道路的故事 但其实按照现有线索 他们的故事已经很明了了 分别如下 1.加智 加智的剧本很明确 840话永智投入 当年MEDS被政府强行控制 进行收编 加智在那时逃猎追捕 然后在时日就是一艘大船的杰尔马上 继续自己的研究 直至语意分满 最后从再逃科学家 一跃成为被世界政府称的 加盟国国王 2.奎英 百兽团入驻合治国 发生在距禁28年前 1049话显示 当时奎英就已经在百兽团了 根据凯多一生经历 他和奎英最有可能产生交接节点 无疑就是在30多年前 被困在庞卡萨德当实验素材 某一天成功逃脱的时候 这就得提一下奎英的性格了 以和治国的表现观之 奎英性格欢脱 比较逗逼 他甚至拥有闲熟说上技巧 一点也和研究员 天然呆在实验室的影响搭不上边 作为一位自由不羁之人 他在庞卡萨德的日子 未免有些枯燥 因此若是遇上从火爱中 奔向自由的凯多与静 奎英在此追随他们的概率很大 3.凯撒 凯撒性格中 其实有不少关于随波逐利诱成分 不管是草帽团 火焰坦克爱贼团 还是大妈团 但那两人离开后 凯撒还是跟着贝亚庞克干了几十年 直到数年前 他研究毒气武器 和贝亚庞克爆发最后一次冲突 一怒之下 炸掉庞卡萨德 才从此失去政府编制 然而两人的理念分歧 分明从一开始就存在 为什么要等到几十年后 才迎来最终爆发 其实这件事背后 可能隐藏了另一条暗线剧情 根据官方公布的 《恶魔果实图鉴》来看 1072华斐页中 凯撒半成品作品果实外形 最洁心的恶魔果实 就是鱼鱼果实 同样的鳞片 根筋上也都有两个卷区处 说不定凯撒 才最初负责恶魔果实复制项目的主力 可结局我们已经知道 他失败了 多年后拿出手的 只有工业残次品Smile果实 再看贝亚庞克 1067话说到 他经历20年研究 成功复刻的除了颜色不一样 其他一模一样的成品 这么算下来 庞卡萨德大爆炸 好像发生在贝亚完成了果实之后的几年 难道鱼果实成功复刻 才是凯撒深感被被也比下去 最后心态爆炸导火索 特别是如果完美主义者贝亚庞克 还摆出一副颜色不一样 就是拉结痛心态度 凯撒心态就能稍稍理解了 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 角落出了机械装置上 疑似显入G3标志 这会不会和海军有关呢 海军基地中 数字排在前列期都极其重要 G1支部的基地 两年后被改造成了海军总部 组建G1原本就不简单 G2支部曾经长官是黄元 特殊程度无需赘述 而G3 这是卡普所在的支部 虽然地位很高的基地了 而关于海军办事程序 在以前军中已经交代了许多 参考门卡和巴洛克工作室的遭遇 有时海军在某目标人员后 会将他们安置在当地的支部 然后派出本部军舰前去接手 要是海军正把MADS成员全都抓了 在给他们专门安排个去路之前 确实要先把他们放在G3的可能 而如果此处真是G3 那卡普的儿子蒙奇蒂龙 当时会不会也在这里 他和贝亚庞克是不是从那个时候相识了呢 不过光凭一个标识 还无法确定这条支线 我们暂且不法列入时间线 最后总结一下上面提到的时间轴 最初时 MADS和平研究所 在高绿带王资务下成立 可他们的业务能力 当然主要是贝亚庞克的研究水平太过厉害 系统因子中可以被称为神智领域的技术 引起事业征服鸡蛋和鸡鱼 最后MADS被海军袭击 加之逃回故乡成为军阀 其二人被收编至贝亚庞克研究所 大约35到36年前 实验素材凯多和静双双越狱 在体制内待入无缺奎音 高显跟他们离开了 组建起百兽外雷团 大约十多年前 贝亚庞克用时20年 完成鱼果实 同样研究多年 却进度感人的凯撒心态爆炸 越来越极端 最后因为毁掉庞卡兹德成为罪犯 转而在专业上明歌的帮助下 于一年后回到PH岛 重建研究所 暗中为新世界各位大佬 提供武器和人造果实 最后贝亚庞克 自因为研究了太多古代历史 在如今成为事业政府 是要抹杀对象 幸好有四皇草帽团 很巧来到弹务岛出他脱困 当然 目前一线都还只是猜测 实际剧情 以后面漫画更新为准 二 克隆人出世 司徒歇背叛 绝对是一斤猛料 本化开头时 贝亚庞在当年日志中 说把他看作人类 大律就只司徒西了 因为他已经确定 是MADS时切作品 且是贝亚团队 第一个成功克隆的案例 至于克隆体司徒西本村 前落个赛离团成员 MISS白金和司徒西 目前只在黑炭木蝉变脸时 一次出现过 有三件线索 指向了MISS巴金集市那人 909话 马尔科说道 虽然他无法确定 白无子老爹和MISS巴金的关系 但大概30多 近40年前 白无子的MISS巴金 却在同一条船上呆过 其年前首万宝参让生命卡上设计稿 SBS说 白无子喜欢豹文 恰好MISS巴金 总就批了一件豹文大衣 而且白无子认为 所有护士都该穿豹文 MISS巴金真是前落个赛离团成员的话 只为大概率是传一 另外从性格来看 两年间 MISS巴金只会白二世 不断狩猎白团残党 只为获取白无子的遗产 重极度追求财富的认设 和传闻中 露个赛离团 为财宝而聚首 说法基本相符 我们先说白二世的问题 802话 白二世刚登场时 黄人吉认证 照在实力方面 这傻子挽入年轻的白无子在世 巴金也强调 白二世是唯一继承白无子血脉的儿子 可里面肯定也是利用引擎的 生命卡显示 白二世年龄是35岁 可36年前 白无子早要离开露个赛离团单干了 且不说非常看重家庭的他 是否会将妻儿弃去不顾 如果梅斯巴金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白无子最爱的女人 那以白无子喝醉了 会把神之国等秘星 说给马尔克等的习惯来看 马尔克肯定不会对梅斯巴金如此陌生 结合如今公布的 成熟克隆人技术 参照凯撒 奎英 虾肢等人 与贝亚庞克的技术上的水平差距 如果说与常人无异的斯图西 主要是贝爷的手笔 那么白二世 极有可能就有梅斯巴金或者是其他人 利用白无子血脉因子制造出的 不完美的克隆人 若事实当真如此 那梅斯巴金安斯图西 也许正是从而洛克塞的团内 强者们的血脉因子来加入的 那么其活动轨迹可能是 原是MEDS成员 和贝亚庞克同在研究克隆人技术 辈也完成克隆出第一位 成功安利斯图西 八经本尊 则为了获得强者血脉因子 加入洛克塞的团 化名梅斯巴金安斯图西 担任船一 洛克塞的团解散后 他继续研究 直到35年前 克隆出白二世 并不断完善 可他的技术始终存在缺陷 不过智力缺陷 有可能是制造者有意为之 毕竟这样 才能使白二世成为吉奥运的工具 且看白二世脖子的头部的缝合痕迹 也许他还经历过其他改造 再说为克隆底斯图西 个人觉得他身上最关键的设定 应该是年龄沉迷这一点 单高导师 他和林林谈笑分身 俨然把自己放在大妈多年老友 也就洛克塞在一团成员 灭死白金安斯图西的位置上 他看到婚礼 感叹就让看到好多年前自己 而高历代王这位前MADS赞助者 调侃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光是这两点 似乎就在说似乎西是个不老的老人 可仔细想想 伟田老师真会设置 这么一位疑似长生不老的存在吗 即使是克隆体 人造物 能达成长生不老 即不是会让手术果实很尴尬 换个角度想 掩盖年龄 到底是因为似乎西真的老 还是因为他实义上并没有那么老呢 我们就按他的外表来界定 如果他在MADS 被政府收编的前夕才诞生 那么其真实年龄 他也就是三十多岁 完全符合其外表 而这么一来 似乎西就有了从小加入CP系统 成为特工条件 要知道世界政府可不是傻子 如果不是从小培养 想要半途混入CP里几乎不可能 等他成长起来后 作为没死白金和似乎西克隆人 政府安排他冒充本尊 以本尊身份联系大妈 高历代王等老熟人 替世界政府在地下世界埋下势力 也就合情合理了 他是政府手中一件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作为伦理上存在争议的克隆人 再加上纯工具的特工身份 墙壁挤在CP内部 斯图西的过去 也一定有很多苦楚 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来看卑加庞克那句 把他看作真正的人类 斯图西为此背叛世界政府 也就不难理解了 他情愿为了给予他尊严的卑加庞克而死 不过卑加庞克现任通话的人 到底是不是斯图西 目前无法确定 再说说斯图西的果实能力 蝙蝠一样的翅膀 吸血鬼一样的行为 很难不然联想到 红薄绝的蝙蝠果实幻有种 吸血鬼形态 但其实比起吸血鬼 考虑到斯图西欢乐街女王的身份 外加使人昏睡能力 它使幻有种魅魔形态 可能性更大一些 最后是本画中 占据很多篇幅的 熊和玻尼妇女的秘密 评论区已经有很多观众提到 会不会真正的玻尼早就死了 心爱的玻尼是以熊的记忆 外加克隆技术制造克隆人 这是贝叶和熊不想让他知道真相 也许熊自愿接受改造条件 即是复活自己的女儿 个人觉得 这猜想还是很说得通的 但缺乏关键性证据 硬要说的话 玻尼能顺点分辨熊留下是记忆还是痛苦 勉强算是一个伏笔 总的来说 目前相关细节太少 难以推断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话应该就会接到答案了 另外本画也比较全面展现 玻尼的果实能力 它的能力可以说有bug级的 包括弹不限于以下技能 一 将抽象年龄实体化 变成珠宝 二 使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身体 乱入某个平衡世界的某个时间点 比如他需要进展 就进入自己是狂战神的时间线 这能力堪称万能 应对不同战斗能力极强 三 改变物铁时间线 既然可以使之老化 应该也能让他焕然一新 这能力用在机械上 堪认最洋秀理工 或是暂时的 就让我们现在 伟天尔早日公布 玻尼果实能力吧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一千零七三话不休堪 我是白金 咱们下次再见